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场演讲 我跟这个竹江泽很熟 从出生就认识了 所以我想我就不要多做介绍了 但是呢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在今年 大家有注意到 在学术界会开始讲 元素周期表150周年 门德烈夫提出了周期表的150周年 我问一下 知道今年是周期表150周年的请举手 这个讯息开始大家慢慢普遍了 但是我问一下 喜欢周期表的请举手 大家对周期表是没有热爱的吗 那你们在这听展望演讲干什么呢 其实当我们自己 对原子 由轻到重的原子 认识越来越清楚之后 看到了周期表会觉得 周期表是极端美妙的一件东西 所以到后来看周期表是会笑 学生一听说老师 这叫K笑 但是周期表其实很美 不过真的很难说 谁能看得出它的美来 就像我自己 我自己刚到加州大学去念书 念天文锁 刚才到了美以后 就觉得自己要选择的天体 已经定暗了 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我就是要做太阳 太阳研究 为什么呢 因为我姓孙 孙的英文就是Sung 你没有别的选择 但是我对太阳的热爱 被一位老师很彻底地毁灭了 那老师是个好人 而且是个大科学家 叫Roger Roger Orich 大家非常尊敬他的一个老好人 讲话慢条斯理的 研究做得很精彩 他是发现太阳五分钟震荡的人 大家知道太阳有 有几种不同的mode震荡 最常见的是五分钟震荡 太阳是像一个定音谷一样的 流体在那边震荡的 Roger是发现他五分钟震荡的人 但是Roger讲课跟做 讲课的方式是如此的无趣 让我觉得跟他做研究好辛苦 因为我找他 希望跟他做个太阳的计划 他就让我去跑太阳的恒星模型 恒星模型 各位知道 在我们现在这一代电脑之前 是什么吗 是巨大的IBM mainframe 怎么样输入 不是键盘输入 是打卡 这个打卡年轻一代 千万不要误会 不是你那么充满乐趣的打卡 一张一张这么长 然后上面打几个洞 每一张卡就是一个城市里面 编程里面一个line 所以如果你写个一千行的城市 你就要抱着一千张卡 送到读卡机去 你最好祈祷在路上不要摔跤 否则那一千张卡 reshuffle是很困难的 跑完以后 如果任何一个line出问题的 他会把那个卡丢出来 你就回去乖乖去改 那个卡重新再打洞 拿回去再跑 非常没有效率 但是成功跑出来以后 出现就是一个巨大 这么厚的报标纸 那种巨大的报标纸 这么厚一叠 就是一个恒星模型 全部都是数字 质量 温度 距离 电子温度 什么的 都是数字 我完全看不懂 拿回去给Roger Roger看了以后 就一边翻一边说 Oh so beautiful 他很清楚知道数字到哪里 剧烈的改变 就是对流区跟辐射区的变化 什么的 So beautiful 我在旁边看 怎么看都看不出 Beautiful来 所以我跟大家讲 周期表就是个人的喜好吧 好了 那讲到这个时空扭曲100年 才是我们今天 刚刚跟大家讲的是周期表 但今天我觉得 2019年很关键的就是 是1919年的100周年 你说老师这不叫废话吗 2020年就是 1920年的100周年 那191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1919年有好多重要的事情出现了 我们先看一下 最主要的是 时空扭曲100年 我们要从这个日识开始谈起了 要不然爱斯坦 今天我们讲的是他 我觉得这张是特别好看的 后面那个图像 每个人都解读的方法不一样 但是也很精彩 是很难得的一个人 我相信在这一系列演讲里面 我们请到了 有台大的老师 有中央的老师 有中研院的老师 还有大家很熟悉的 像我们台大 科教中心的主任 高尔全高老师 他以前也在这边讲过爱因斯坦 这次我请他讲 他说对 上回有一些还没讲到 还可以继续讲 高老师他们讲 爱因斯坦讲得好熟悉 你知道 学物理的人 对爱因斯坦的崇敬 那是已经到一种 无法理解 不可自拔的一种地步了 当年我们考进台大物理系 我需要承认的是 那不是第一志愿 不是我第一志愿 当时我们从高中考大学 就按照分数一路填下来 因为那时候对物理 还没有什么感觉 一路填下来 当时台大工学院 只有四个系 各位能告诉我 哪四个系吗 电机 化工 机械 土木 回答出来的人 跟我年纪就差不多了 这四个系 物理系是第五个系 那个时候物理系呢 在大专联考排的分数是第五 已经不是杨振尼 李正道刚得诺白奖 那个直冲第一的 这样子的时候 后来好像张主任在这边 后来物理系也冲到一次第一 是不是 超过了电机系 我记得是2006年 那那个时候 电机系的系主人是吴瑞北 他极端不爽 把气都发到我身上 我说为什么 因为他说孙老师 2005年是全球物理年 你拿了教育部国会的经费 做了一个探索物理博览会的展览 你做展览有着霸了 你干嘛找林志玲去当代言人 那年我们找林志玲当代言人 他说就是这样子 害的第二年电机就输给了物理 我说你电机还能受林志玲的影响 还真不错 但是那个时候是第五志愿进去的 所以后来 后来我又得罪了电机系 因为我忘了是因接受商周 还是天下杂志的访问 那个访问的title就是 我人生的第一个幸运 就是没有考上第一支语 电机系一看 十分不爽 因为念理学院跟工学院 四年下来训练下来 那整个的态度 做人的想法思考是完全不一样的 跟张主任也同意 这是完全不一样 理学院思考跟工学院思考不一样 咱们也不用说哪个不一样 各有千秋 怎么这样说好了 那是我第一个幸运 但是进了物理系以后 才发觉班上有好多同学 就是打定足以从小一辈子 要念物理的 北一女的第一名 第二名在我们班上 师大附中的第一名 是当时那一届甲祖 那时候我们叫甲祖 甲祖的状元也在我们班上 然后另外一个满头乱法的同学 一进来 大家 他特别喜欢物理 喜欢理论物理 别人就说 我们叫刘老 他姓刘 刘老 你好像爱因斯坦 四年下来 他功力 物理功力大增 同学就说了 刘老 爱因斯坦好像你 但你知道吗 当时大家对物理 有这么热爱 这么崇拜 都希望去做理论物理 好像做理论物理 才真的是高人一等的东西 你要做实验物理 把手弄脏 他就觉得 大概也跟修车差不多了 这样概念 可是修车也没什么不好 但是大家都念物理论物理 结果到后来 我们这班同学毕业以后 纷纷转行做实验 到最后连我们的刘老 也转行做实验 到后来他去做资讯 去打电脑了 大家觉得很失望 只有一个同学没有转行 为什么 他就念了中华神学院 后来当牧师了 我们就说 他是唯一一个 还留在理论的领域里面 但是你可以想象 在物理系里面 对爱因斯坦的崇敬有多高 有一回我在走廊上看书 有一个题目 就是不会做 前面走来一个大二的学长 我跟大家都讲过这个故事了 我就拦了他下来 我说请问一下 这个题目到底怎么做 那个学长功力很厉害 看看三下两下 就告诉我杂案是什么 听懂了我就说 学长你功力真高 他看看四下无人 就把我拖到一边去说 维希娜 我跟你讲一件事 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是爱因斯坦去世 那年出生的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 往下接话了 我是1957年出生的 但是我早念一年 所以我们班同学都是1956的 高我们一届的大二 都是1955年的 爱因斯坦是1955年 4月18号去世的 所以基本上他那一班 都可以拍着胸脯说 我是爱因斯坦去世那年出生的 只有一个人不行 廖斯坦 我们非常喜欢那个学长 廖斯坦 他当系学会会长的 他现在在中兴大学当教授 人很好 廖斯坦是生日是4月17号 早生一天 爱因斯坦还没死 他没办法说这句话 但是你可以知道 对物理的崇敬有多高 后来我们回到台湾以后 跟美国场景保险合作 尤其是跟加州理工学院 美国这个数一数二的 一个研究单位 我们在那边做远距观测 结果那边负责的教授 有一回就跟我说了 说Dr. Sun 你下回来早点跟我说 我说干嘛 他说我安排你住 加州理工学院里面 教授修学 教授灵医中心的楼上 那边有几个宿舍 我说住那边宿舍 有什么特别的 他说我可以安排你睡 爱因斯坦睡过的房间 我就很想问他说 那样会让我变得聪明一点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在物理这一行 对爱因斯坦的崇敬 可是大家只觉得是崇敬 我们那大二的学长 也不用说是谁了 他到后来是台积电的副总台 也是很厉害的人 上次他陪的总裁 到科博馆来 陪的张忠谋董事长来 你知道吗 张董事长走到哪 记者都跟着 都是记者 他帮我们把科学中心的二楼 捐赠了一层楼的展示 然后已经过了好些年了 那是为什么张忠谋董事长说更新 所以又花了一笔大钱 把二楼都更新了 更新以后开记者会 那时候我已经去当馆长了 张忠谋董事长就来了 来了以后 我们那个学长也来了 陪到他旁边 看了好高兴 那我就很感谢张忠谋董事长 也他太太 夫人张淑芬女士也在旁边 我就说了 张董事长 特别感谢你 又花了钱 让我们整个二楼的展览更新了 可是呢 科博馆其他地方也旧了 但你知道 这个话 当然说得好玩的 听听就是了 但是对别人会有影响 为什么 二楼是台积电 B1是友达 四楼是台达电 张忠谋先生走到哪里 记着都跟着 一定要他讲 关于股市 关于汇率 关于半导体的事情 那第二天新闻就有他 可是背景是科博馆 上面写的是科博馆 台积电展示更新 第二天就接到 就接到友达的电话 他们也要更新了 我觉得蛮好玩的 那张艾斯坦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所以可以看到 当然狭隐相论 广义相论是 它好些贡献里面的 关于相对论的两部分 那我们知道 狭隐相对论是 高速但等速的现象 广义相对论是 中理厂跟下速度的运动 那这个是一开始 让我们知道 高速运动会产生 什么样的现象 也就是长度缩短 质量增加 时间变长 也就是时间 不再是一个 牢不可破的概念 时间是可以变化的 也就是 你的时间跟我的时间 你看的是疫苗 我看的也是疫苗 但两个疫苗不一样长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可是光速恒定 我们看有时间再回来讲这个东西吧 那1915年 今天比较相关的 这一系列比较相关的 都是跟1915年的 广义相论比较有关系的 那可以看得到 广义相论提出来以后 天文物理上几个重要的水星近日点的进洞 重力透镜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的部分 宇宙长数 然后重力波 这些都是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东西 你很难想象 爱因斯坦 各位 爱因斯坦在念大学的时候 苏黎市联邦理工技术学院 什么时候进大学的 是1896年 1900年 四年毕业 毕业以后随即失业 这是爱因斯坦的 为什么马上就失业了 你觉得这大天才没有人要吗 对 真的是没有人要 他想说 我念完书了以后 至少我回到学校 找老师当个助教 不成问题 结果呢 他去找数学教授 数学教授一看到他 就是怒从心头起 为什么 因为你老撬我的课 爱因斯坦上课不是很认真 据说考试的时候 他的笔记 一开始我听说呢 笔记是借他后来的太太 迷列娃的 他后来发现不是 是他的最好的同学 格罗斯曼的笔记 那不管怎么样 他找别人借笔记 结果呢 撬课 数学老师跟物理老师 都记得他撬课的坏习惯 所以都不收他 宁可去找工程系的学生 当助教 也不要爱因斯坦 所以爱因斯坦马上失业 一直到那一年的夏天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 临时性的 待课老师的工作 还要爬过一座小山 才能去上课 他心里头就好高兴 已经很高兴了 能够找到 两个月暑假的 待课教师就好高兴了 可是两个月一到 又结束了 还好呢 后来找到了一个 私立学校的数学教师 给中学生教数学 私立学校的老师 他就好高兴 觉得能多赚点钱了 可是呢 他的教学理念 跟他的校长不一样 校长收费收很高 给他的薪水 给得很低 校长收那些贵族子弟 收很高 给爱因斯坦钱 给得很低 那爱因斯坦就做了 什么事 爱因斯坦就跟学生讲说 你就不要到学校 到我家来上课就好 爱因斯坦这种干法也很 也很没有江湖意气啊 那后来呢 他老师就不要他继续教了 你可以了解 爱因斯坦教几个月 又失业了 那一直到后来 他的最好的朋友 格罗斯曼 他爸爸在瑞士颇有影响力 他爸爸呢 帮他在瑞士伯温的 这个专利局里面 找到一个三等技术员的工作 那是1902年 好不容易真的安定下来 然后呢 他爸爸本来不同意 他跟米列娃的婚事 到后来他爸爸年纪大了 快去世之前 终于勉强同意 所以1903年他结婚了 1904年第一个孩子出世了 就是生出来了 1905年 瞬间五篇巨大的论文 包含狭隘相对论 这是为什么2005年 我们要纪念这个 物理奇迹年的一百周年 你可以想象吗 小孩哭 大人骂 就在那个环境里面 基本上 1902年 1900年毕业 失业两年 1903年结婚 04年生小孩 跟我们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 那为什么他写得出来 我们写不出来 我觉得看了爱因斯坦 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发现我们自己差太多了 但是1905年 提的狭义相对论 五个论文 三四五六跟九月 三月光电效应 后来得诺贝尔想 四月分子的大小 那是他的博士论文 五月花粉在水面上的 布朗运动 后来让Peron 在1926年拿诺贝尔奖 六月份 就是下一相对论 七月八月 放暑假休息一下 九月份 一等为MC平方 各位可以想象 那一年的这五篇论文 任何一篇 咱们学物理的 一辈子只要发表 这样一篇 就可以名垂青史 永远不朽了 他一年之下来了五篇 来了五篇以后 脑子还不闲着 1907年 说找到这辈子 最快乐的点子 就他终于知道 怎么样处理 重力跟加速度 所以在1907年 你就知道 1915年 广义相对论出现的 那个脉络 就在那个地方了 出现了以后 你可以看第一个 水星近日点的飘移 这是什么 这是水星的轨道 绕对太阳的轨道 这个叫近日点 那你会发现 仔细观察 水星的轨道 绕一圈 下一圈就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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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往那边转 所以这个水星的近日点 是不断地在飘移的 这种现象 叫做precession precession就叫近动 近动是一个 很常见的现象 也就是轨道近动 并不稀奇 所有的行星 都有这个现象 但是牛顿力学 早就预测 行星轨道会有近动 由其他行星合力 作用所造成的 正常现象 但是有趣的是 预测的准不准 牛顿力学 能不能解决 每一个行星的近动 这样的现象 除了水星之外 其他都很准 也就是牛顿力学 可以解决 其他行星的 precession近动 但水星没有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家 测量了水星轨道近动 是每一世纪 各位每一百年 五千六百个角秒 各位我们现在讲一讲 什么叫角秒 我们先从角度 讲到角分 再讲到角秒 角度是什么 从我们的东边 到西边 这半个天是几度 一百八十度 一百八十度里面的一度 可以分成六十个角分 六十个角分 里面的一个角分 再分成六十个角秒 你就知道 一个角秒的大小是什么 也就是一度的 三千六百分之一 三千六百分之一度 那么小 所以你知道 一百八十度的一度 再分成三千六百分的 一个角秒 也就是一百年 水星的近日点 会飘移五千六百个角秒 这是多少个角度啊 一度多一点吧 因为三千六百角秒 是一度 所以一百年 会有一度 一度多一点的变化 你觉得 差不多就算了 不要那么认真嘛 一百年才一度 看你知道吗 科学家把所有行星 跟太阳的影响 各位 精细到什么样程度 太阳本身自转 所产生的轻微变形 地球又不是 惯性坐标系 因为它是个加速坐标系 都考虑进去以后 所有的行星 全部都加起来 只能得到每一百年 五千五百五十七个角秒 的进动 牛的力学 只能达到 五千五百五十七个角秒 差多少 各位 四十三个角秒 你说 一百年 差四十三个角秒 Are you kidding 你去玩别的事情好了 不要来浪费时间 搞这个东西了 一百年 差四十三个角秒 但是你知道 这个误差 大到天文学家 是晚上睡不到觉的 你觉得这些人 真的是很奇怪的人 竟然会为了四十三角秒 那结果呢 有人提出个解释 在水星跟太阳之间 一定还有一个行星 这个行星产生了额外重力 造成了多余的偏移 就让水星多了这么偏转 然后呢 又把这个行星 命名为Valkan 当时有这样的理论说 水星到太阳之间 还有个行星叫Valkan 结果你知道吗 后来被好莱坞的自主人借用了 创造另外一个世界 就叫Valkan 还有人是从那个Valkan来的 大家知道 那是谁吗 是这个人 想起来了 Star Trek里面的Mr.Spark 他就是来自Valkan的 来自Valkan的特征是什么 全然理性 这个角色演一辈子 Star Trek这个影集 在美国历三十年而不衰 演了一辈子 很好演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什么表情 纯然理性的figure 他这个脸上的表情不变的 大家可以看我问一下 看过Star Trek的请举手 无论电视或者电影 对 为什么要把它创造成一个纯然理性的角色 就是因为人 地球上的人 谢谢 地球上的人还是有感性的 那个舰长一天到晚 就受身体里面荷尔蒙的驱使 常干一些很愚蠢的事情 在他的眼里 那是人类简直是愚蠢到不行 但是他要想办法发挥理性 帮助忙 所以你知道Star Trek 你把它看深一层 它就是理性跟感性的冲突跟融合 所以那样看了以后 为什么那个影集能够历久不衰 是这样的原因的 但不管怎么样呢 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解释了这个舰动 多余误差的来源 因为太阳存在 所以周遭的时空被扭曲了 扭曲的时空 水星只要经过最接近太阳这一点 到扭曲的时空 就会被加速转弯 使得轨道转向 那广义相对论的预测 转多少 每一百年四十三个小秒 分毫不差 这个误差就消失了 然后这个行星也就消失了 所以后来我们再看到 Mr.Spark就觉得很难过 爱因斯坦把他的行星给干掉了 所以这是我们对广义相对论 第一个水星近日点进洞的解释 所以我们知道 天体经过了太阳的旁边 会转弯 那光线是不是也会 问这个简单的问题的 如果天体经过会转弯的话 光线是不是也会 遥远的天体发出的光线 经过了这个旁边 转弯下来到了地球上 人类一直以为光是走直线的 所以人看出去的影像 会觉得那个星星跑到这边来了 它真正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那移动以后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能够观测到这个现象的话 就会很精彩了 这是为什么爱因斯坦在1915年提出广义相对论来以后 这个预测就出现了 我们会看到太阳背后的行星 而且不要不是偏得太后面 刚好就在太阳的边上不远的地方 而你不应该看到 那爱因斯坦说你可以看得到 那它其实它指出来 其中有一颗星星选定的恒星 偏移1.75个角量 也就是这一个星光过来太阳旁边了 因为这旁边时空扭曲了 当然你说如果走这边过来的话 也会扭曲但是一点点 因为那边时空扭曲得没有那么严重 到这边扭曲得很严重的时候 它就会转弯了 转弯过来让地球上的人看到 月球画的这边是来乱的 不要管月球了 看到地球上的人就知道 这个星星跑到那边去了 所以预测是1.75个角量 各位那剩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学科学的科学工作者 他的责任其实是提出问题 怎么样问一个更好的问题 科学工作者 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科学工作者不是追求真理的 不是追求那种百王之无变 足以为道观的真理 科学领域里没有真理 只有真相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提出一个理论 然后说我这理论在这个地方 它就是不变的东西了 不可能再被推翻了 No 科学家所有的工作 今天提出来的理论 就是为了明天被推翻的 所以是一种美丽跟哀愁 混合在一起的工作 但有趣的是 当时呢 爱因斯坦说了 他会转弯 那你要怎么样去验证 这是为什么我们讲说 学科学其实不是在追求真理 它只是在问更好的问题 It's always asking a better question 所以学科学只是在 不断地问更好的问题 你的新的发现 带给你新的问题 你就知道下个问题该怎么样问 不是最后的真理 所以如果已经有这样的预测 那我要怎么办 你说要看到 是不是那个星星会偏移 那你要怎么样看到星星偏移呢 很简单 日识 只有在日全时的时候 才能看到太阳背后的星星 各位 日全时的时 不要再写错了 旁边没有那个 不要讲虫 毁字边 那个字念毁 那个不守 就是虫了 虫念毁 好吧 就不要写着那个青时的时 从古来就是食物的时 日全时 月全时 都是这个样子 日时呢就是 月亮走到中间 把太阳挡住了 这件事情 我们这些人们 看得到是很幸运的 因为月亮现在 逐渐离开我们而去 这是很重要 很基本的一个天文概念 知道这件事的请举手 好 太好了 这些来宾呢 都会很珍惜 每一年的中秋节 到了中秋节 就好好看看月亮吧 月亮离开我们 越来越远 学生一听好紧张 说老师 那次月来越来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我以后还要烤肉啊 不是 中秋节啊什么的 那什么时候会 你可以算一下 现在每一年离开我们 三公分 每年离开三公分 但是假以时日 宇宙里面别的没有 时间特别多 时间够长的话 等到它小到 没有办法遮蔽太阳 那日全时 就从人类的字典里消失了 当然我们上了日时的时候 常常会问同学 有一件一个问题 就是太阳跟月亮 在天上看起来 哪一个比较大 哪一个比较大 大家常看到的是月亮 尤其是满月 对酒当歌的时候 但是呢 大家可以想太阳 我们平常没有什么时间 看太阳 除了它到了地平线边缘 看起来又红又大 但大家知道 哪个比较大吗 我们给学生说了 第一个 太阳比较大 第二个 月亮比较大 第三个 两个一样大 第四个 两个一样小 这是一样 第五个 有的时候太阳大 有的时候月亮大 大家要选一下吗 我非常喜欢 上课的时候 问学生问题 学生非常不喜欢 上课的时候 被问问题 但是有压力 才会有印象 我说了 他说老师 我回答错了怎么办 我说你回答问题 回答对了 It's fine 回答错了 是even better 他说回答错了 怎么还even better 因为你会留下深刻 深刻的印象 一辈子不会再犯 同样的错误 这就是深刻的学习 那我们就问一下了 各位来宾 认为第一个 太阳比较大的 请举手 太阳看起来比较大的 请举手 好 看起来比较大的 请举手 第二个认为 月亮看起来比较大的 请举手 第三个 两个一样大的 请举手 那就不用问 两个一样小了 第四个 有时候太阳大 有时候月亮大 请举手 对 答案是什么 有时候大 有时候小 怎么回事 基本上两个是一样大 都是三十个脚分 也就是半度 半度你拿一个手指 拇指就可以挡住 这谁的标准动作 你不要说汤姆克鲁斯 不是汤姆克鲁斯 那是谁 Hanks Tom Hanks Tom Hanks 在阿波罗13号 那个电影里面 看过阿波罗13号的 请举手 OK 很感人的电影 看上次我们就说了 我已经说过 三部电影 是可以看的 其他电影 就尽量不要看 那 我们非常尊敬的 台达电 董事长 郑中华先生 他们在 台达在 明天后天 后天下午 已经把 8K的投影机 记不记得 我说过8K的 又搬到 科博馆来了 摆在立体剧场 后天下午 跟日本NHK 同步放映 他们自己拍的一部 水资源的影片 叫水起台湾 50分钟 看台湾的水资源 从海 河 到湖 到很漂亮 8K的影像 那是郑先生 自己掏钱 3000万 找NHK的团队 来台湾拍的影片 那 NHK的播放 是在 礼拜天下午 三点钟吧 播放 所以台湾跟他 同步首映 播这个电影 那是 礼拜天下午 是记者会 礼拜一 修馆 礼拜二开始 4月2号到7号 晚上5点半到6点半 有50分钟的时间 放一场 就并不影响 白天的立体剧场 放一些小孩 喜欢的片子 但傍晚呢 4月2号到4月7号 每天晚上 5点半到5点40 开始放 到6点半 不要钱 免费 所以如果要 报名的话 真的欢迎你看一下 科博馆的网站 可以去点击报名以后 有机会到台中 看一下8K的效果 为什么讲到这个 是因为 跟郑先生开会 讨论到 这个来科博馆的事情的时候 郑先生非常痛心 什么非常痛心呢 因为他过年的时候 看到大陆上 做了一篇 一个片子 科幻片 卖座特别好 各位大家告诉我是什么东西啊 听过流浪地球的请举手 好 看过流浪地球的请举手 能够支持到底 看完的请举手 你知道吗 初一初二 农历两天 就卖了16亿人民币 春节过完 卖了35亿人民币 那天我跟郑先生开会的时候 已经卖了42亿人民币了 郑先生说 他看都看不下去 流浪地球的概念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是太阳以后某一天 太阳出了问题了 地球不能再待在它旁边了 所以科学家就在地球上 装了不知道几百几千个发动机 发动以后 把地球转个弯就开走了 看到这种剧情 我许有三个字 哇哩哩 还可以卖40亿人民币 郑先生说 孙冠长 我们自己来戏 所以这很好玩 没机会多说 但是回到我们的日食 那日食可以看得到 何时会有日圈食 各位你觉得日圈食 是一个很不常见 很稀少的概念吗 没有 日圈食其实还常常出现 只是出现的地方 不是我们习惯的地方 那在那个年代 爱因斯坦那个年代 提出预测以后 其实它预测不是 不是只有在1915年才提出来 其实在1912年 爱因斯坦就已经说了 因为它07年就有了概念 知道怎么样处理重力跟加速度 所以2012年就已经有文章了 跟你讲说你怎么样去观测 星星 然后验证 验证它这个理论 时空扭曲的理论 所以那可是2012年的日食 有人去观测了 天气不好 一气太烂 反正一直没有做到 那后来关键的日食 就这一天了 1919年5月29号 有一次日食 在什么地方 各位 在我们的邦交国 在我们的邦交国 大家知道是哪个 前邦交国吗 你要知道才代表你爱台湾 通常我们在台湾的人 都不太知道 我们的邦交国在哪里 但你可以看得到 谁去 艾丁顿 艾丁顿 我们要叫他 Sir艾丁顿 因为他受封爵士 所以要加一个Sir Sir艾丁顿 这是艾丁顿在1930年 跟艾丁顿在剑桥大学 拍的照片 艾丁顿 很厉害 是我们皇家学会的理事长 也是一个非常资深 德高望重的天文学家 那他决定要去这个地方了 曾经是我们的邦交国 没有关系 Who cares 你看 这是非洲 这南美洲 刚好非洲跟南美洲分离 大家知道这个形状 就是那个形状吗 分离那一块 在西非外海的几内亚湾里面 这个是圣多美 这个是普林西比 所以我们的邦交国 曾经是圣多美普林西比 我还在科博馆接待过 圣多美的总理 就是一天到 三不五时 外交部就通知我 孙館长 有我们邦交国的总理 总统 然后要不然就是外交五官 要不然中南美洲的五官 要过来参观科博馆 我说好啊 他说麻烦你好好接待 时间不要太长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去做健康检查 所以很有趣 你看到当天的 1919年当天的 日全时路径 横跨两边 各位横跨哪两边 一边是南美 巴西 另外一边是非洲 几内亚湾 这个地方 布林西比在这个地方 巴西在这个地方 当时呢 爱丁顿就组织了两个队伍 一个去巴西 一个到非洲 两个队伍 那你可以想象 各位 那是什么时候 1919年 1919年跟去年 前一年是干什么的 刚刚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大战呢 是战壕战 所以你最明显的图像 就是军事们都 军事们都躲在战壕里面打仗 一次大战 最明显的两个国家 谁打谁 英国跟德国 英国跟德国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德国奥匈帝国 一路过来土耳其 红色的是一边 绿色是另外一边 黄色是中立的 绿色是另外一边 可是你看到没有 跟二次大战不太一样 二次大战呢 跟第一次大战 有个角色不一样的 是谁 意大利 意大利是绿色的 二次大战 他意大利跟德国 站在一块了 还有一个 二次大战的对手是谁 日本 日本在一次大战 是跟英国站在一起的 所以有兴趣回去看一下 一次大战的那个战争 无论是陆战或者海战 非常多有趣的故事 一次大战敌对双方 是这个样子 回到中国来 中国是什么时间 1919刚好就是 明八嘛 民国八年 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怎么起来的 就是打完的大战呢 刚打完大战以后 中国还算是战胜方 可是说老实话 当时呢 中华民国也没有去参战 只是加入战团 那最后 你不但没有分到利益 还把这些租借地的权利 要让给别的国家 也就是德国战败国的青岛 要割给日本 所以为了这件事情 五四运动就出现了 二十一条 那当时你可以看得到 民国八年五四运动 真的是推动了后来的 这些自由民主的思潮 其中有一个人 很关键的是谁 蔡元培 刚刚好一百年前 民国八年 蔡元培回来担任北大的校长 不要误会 我没有引识任何人 所以回来当校长 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蔡元培是很值得大家敬重的人 虽然他是 袁世凯政府成立的 第一届的教育总长 但是呢 他到后来就 唾弃袁世凯的座委 就离开了政府 但一直到后来 在1916年 发表他当北大的校长 终于到了1919年 才能够回到北大 真正担任校长 蔡元培 这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1919年 那在美国呢 黑白种族暴乱 世界上到处都不安静 美国虽然是没有牵涉到 一次大战里面 但是呢 也是那个地方 打乱七八糟 你看白人站在这地方 看到黑人把他们房子给烧了 所以也是很混乱的 可是呢 爱丁顿去了非洲 观测完以后 回来看 只有几张照片 那几张照片 拍得也很不好 品质很差 但仔细分析研究了以后呢 去什么地方 就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是圣多美 普林西比 这是几内亚湾 在这个地方 普林西比岛 那 看日食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日食其实是蛮精彩的 但是这几张图片放下去了 看起来好像是跟各位介绍 日食的精彩图像 实际上呢 各位你可以想想看 日食要做星星的观测 有多困难 我们去过好几次日食 最早在台湾看日食 1994年 有一次全时代经过泰国 我们就没有出门了 在台湾是个日片食 当时呢 就接受到别人的劝告 准备要开始看日片食了 怎么样看 防护眼睛最好的方法 就到照相馆去 那时候还有照相馆 去买黑白底片 不要买彩色的 彩色底片呢 冲完以后是咖啡色的 不行 黑白底片 你拿了一罐以后 就当着柜台小姐的面 把黑白底片整个抽出来 充分曝光以后 缩回去 交给她 让她帮你冲 如果她认为你神经还算正常 愿意帮你冲的话 冲出来的底片是什么颜色的 黑色 黑白底片是黑色 里面有氧化银的元素 可以阻挡紫外线 可以保护眼睛的 剪两段 叠在一起 看我们的太阳 就看一个小小的 金黄色的圆盘在那个地方 94年我们就干了这个事情 那时候联合报让我写文章 讲日识 我就把这个方法写下去了 写下去了以后 等到那一天 我到了照相馆 找那小姐 拿一个黑白底片 当场抽出来 她就愣到那边 嘴巴张开 下巴就快掉下来 然后突然 好高兴 她说对 原来你是要看日识 我一听就好感动 科学教育如此普及 她竟然也知道 我说你也知道 她说对啊 我刚看到报上一个什么 孙教授写 我没有说 我觉得孙教授 要不然搞不好可以算便宜一点 结果拿那个看 看到日识偏识的一个影像 你就知道偏识 其实真的是没有太大影响 即使偏识到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十 十分 十分不是面积 十分是直径比 就是月亮把太阳吃掉了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 百分之七十 你在路上走 没有人跟你讲说 太阳也一样不见了 你完全感觉不出来 OK 天使是这样子 那真正到全时 是我们到1997年 97年去什么地方啊 黑龙江 墨河 三月九号 各位三月九号 到大兴安岭上面 是冷还是不冷 各位没有去过大兴安岭 还真的不知道 什么叫做冷 我们去之前 当地人跟我们说了 我说温度怎么样 他说还好啦 白天温度零下26度 晚上稍微冷一点 零下45度 我们就把台湾 所有能找得到的东西 都穿上了 去那边结果发现 没有帽子 台湾是没有那种皮帽的 到了哈尔滨 哈尔滨那是 黑龙江省省长 请客吃饭 所有世界各地来的 天文学家 黑龙江省省长 请客吃饭 你知道东北人 有多好客 即使家无隔宿之粮 还是把所有东西 都拿出来请你 那个桌上 一盘一盘菜 全部都堆起来了 堆满了 省长还在讲话 不好意思动筷子 再拿来的菜 就直接摆在上面 省长讲完话以后 堆了三层 三层 然后旁边一个美国人 跟我说 Dr. Sun 我觉得那里面 好像有一条鱼 躲在里面 是不是 我说Yes 然后他们就把 最尊贵的 保育类动物 杀了给我们吃 袍子 袍子就是 犬子编一个 包青天的包 袍子是比张 还要大一点的 有机会这两天 去科布馆看一下 石虎的展览 石虎的朋友里面 有一个是张 那个张 两个獠牙 伸出来这边 头小小的 所以张头鼠目 是有道理的 看到张就知道 张头鼠目 是什么意思了 袍子比张还大一点 那哈尔滨吃完饭了以后 没有火车了 没有飞机了 第二天呢 就坐火车 共青团号专列 全新的车子 因为大陆非常重视 这次日确实观测 好几千人 从世界各地过来 他就把东三省 所有的车厢 新的争调到一起 做一列全新的车厢 那我们这些从台湾 从港澳 美国来的 都安排在软卧 坐这列火车 往北走 走多久时间 23个小时 从黑龙江往北走 还经过了内蒙古 再弯回去黑龙江 到了墨河县的墨河乡 一下 早上九点钟 一下来地很滑 为什么 结冰 温度计掏出来看 一看 零下26度 一度不差 当地人也很好玩 每天早上起来 彼此打招呼 今天几度啊 因为都是零下 所以零下两个字 就省略了 今天几度啊 哦 26度 我们一听 跟台湾温度很接近嘛 零下26度 但是那个 很辛苦 今天我们不是讲日识 要不然的话 那是另外一堂课 两个小时的课 还有当时我们在那边拍的 日识的景象 如果有机会 再放给各位看好了 好不好 但你要知道 非常困难的 为什么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是钻石环 也还好 我再往下走 各种现象 这叫diamond ring 钻石环 最后一丝光线 从这边透出来 那整个边边是亮边 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 大的钻石戒指 这是日语 是total eclipse 那看到到旁边这些是 corona 日面 底下呢叫做 bailies beads 背里猪串 为什么有这样子 像珠串一样的亮点 就因为月球表面不是平滑 它有很多火山口 陨石坑什么的 那些坑呢 阳光 最后一次阳光透出来 有些地方有 有些地方没有 看起来就像珠串一样 但如果你要观测 这个东西的话 你需要选择 全时代中心线 比较偏南的地方 你才能看得到 这样的明显的现象 太靠近中心的话 就很均匀了 不太容易看到 bailies beads 但这个还不错 各位 我们自己真正在 1997年那次的观测 很精彩 而且那次观测 97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个日时特别重要 因为日时发生的同时 另外一个天体 出现在天上 是什么 彗星 彗星 海尔波普彗星 1997年的海尔波普 号称世纪大彗星 实际上它没有1996年的 白五彗星来得 那么尾巴那么长 1996年我们也亲自看过 尾巴真的好长 那1997年呢 海尔波普彗星很亮 有两个尾巴 很明显的两个尾巴 灰尘尾跟离子尾 但是呢 那么亮的彗星 白天的时候 当太阳被遮住了 瞬间陷入黑夜 你会看到彗星出现 各位 日时跟彗星 这两大最不吉利的天象 同时出现 对我们学天文 那是多大的吸引力啊 所以 他们叫彗日并出 大陆上把它叫做彗日并出 那时候我们就 十个人组了一个团 去到了黑龙江 到了以后 真正走到了黑龙江边上 各位 三月份 黑龙江还是冰封的 你在江南就已经是 杂花生树群云乱飞的时候了 在黑龙江呢 还是冰封的 冰上面都是雪 你可以走下冰面 一路走到俄罗斯去 大陆当然不希望你走到俄罗斯去 就在冰面中央 那江也不是很宽 你是看得到对面的俄罗斯 密林如枝 看不到人 但江面中央挖了个洞 插了一个简陋的木牌 木牌上写了五个字 国界 国界请止步 国界请止步 我们这团人毫不客气就走下江面 走到那个国界牌前面 站在江心中央 跟那个国界牌照相 毕竟你走到了中国领土的最北边 北纬53度的地方 团里面的年轻小朋友研究生 看看四下无人 就把脚伸过去 心里面那种爽啊 我出国了 我踩到俄罗斯的土地上了 我就觉得旗帜小灾 志气太小 当时我心里面有个很强烈的冲动 想把那个牌子拔起来以后 走起步再插下去 帮中华民族做点开疆拓土的功能 毕竟中华民族在尼泊楚条约以后 就没有从俄国那边占到任何便宜 都吃亏的 所以当时有这样的 不能讲啊 讲太多好玩 但是好玩是日时发生的时候 97年不是这个样子 97年不是 大家千万不要 有日捐食都是一样的 97年日时多长时间 两分四十六秒 就太阳整个消失的时间 两分四十六 长还是短 中间偏短 中间偏短 那我们前年去美国 看那个美国壮观的日时 也是两分零五秒 还是多少的 但你知道 两分四十秒 谢老师也去了 两分四十秒 两分四十秒是OK 比较好 那你说孙老师 我们在2009年7月22号 2009年7月22号 有一次日捐食 通过长江中下游 刚好从台湾北部过去 那一年那一次日时 台湾可以看到一个 非常接近全时的编食 85%的时分 那一年记得这件事情 有观察日编食的请举手 很好 太好了 所以那一年 应该还是小朋友吧 2009年 我们去长江中下游 你知道吗 你很难想象长江中下有多热 怎么奇怪 大清安你那么冷 然后换到这边是很热 热到什么程度 气象欲暴三十九度 但你知道大陆暴气象 不会超过三十九度 你超过三十九度 工人就可以不上工 所以他气象停在三十九度 就不错 早就超过四十度了 那我们去那边 头两天到的时候 导演跟着我们到西湖 住国宾馆 半夜十二点到十二点晚上 到了西湖边上 站卫兵旁边还吹电风扇 你很难看到大陆的卫兵 还要吹电风扇 四十度 到了晚上十二点 温度也没有降下来 导演把脚架拉开了以后 把圣机拿起来拍天空 懵懵的 效果不好 所以到后来呢 我们在TVBS去做转播 是到了安吉 离杭州 有一个小时的车程的安吉 去做转播 但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们有好多天文界的同事 同学 学生 都跑到长江中下游去了 可是呢 如果是前一天 就发生日时的话 Everybody will be happy 你知道吗 我们前一天晚上在 前两天晚上在哪里 在苏州 你不要说上有天堂 下有苏航了 就是郑崇华董事长 他在苏州那边呢 有一个大的饭店 铜里湖大饭店 他把他所有世界上的客户 跟亲戚朋友 全部带到那边 准备要看日全时 前两天晚上 要我去那边 给大家做一场演讲 讲完以后 睡到半夜四点钟 车子叫我起床 车子送我到杭州 去参加 那个中央电视台的预演 因为我跟他们讲 第二天早上 就第三天是日时 第二天早上 同样时间预演 同样时间是早上八点钟 就要到现场 九点钟开始全时的 结果你知道吗 前三天晚上四点钟起来 你以为四点钟起来 外面一定天街夜色 凉如水了是吧 晚上啊 走到外面 门一推开 像蒸笼一样 所以那个苏杭 到了夏天 现在是不得了的热 然后送我们到杭州 刚好赶上玉演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是 骄傲的不得了的人 摄影师还说 孙老师干嘛叫我们 早上八点多就过来 中午上班过来 我们把摄影机架起来 就知道了 我心里就好笑 你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要跟第二天日食 同时间在前一天做预演 你不做预演 你根本不知道 太阳在发生日食的时候 角度有多高 尤其摄影师 那时候他就 我看他的一脸愧色 嘴巴还硬地不说 他知道他错了 为什么 摄影机一般在摄影棚里面 什么角度 就正前方这样扫来扫去吗 那你要拍日食 是这样的角度 当时 时间到了 我说开始预演 他才发觉 他摄影机根本撬不起来 锁住了 角度是有限制的 他说 孙老师我知道了 为什么要同时间预演 而且摄影机 撬这么高以后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看 自己乖乖去找一个拜电 跪在那个地方 在底下拍 表示歉意 好搞笑 但你知道吗 那一天太阳晒到我们变两节 那天我们没有打伞 没有弄那个帐篷 晒到变两节 跟那个浙江六套的 女主持人魏芬 我们两个共同主持 预演完以后好高兴 可是你知道吗 那天下午傍晚 两个巨大的雷雨包 出现在长江中下游 晚上你一出去看 全部都是云 我们一天到晚 做天空观测 很熟悉云的行为 你看那云是不会走的 有些云是跑来跑去的 会走 那云是不会走的 overcasting整个 到了晚上九点十点 会接到台大物理系的学生 打电话说 老师 我现在在嘉兴 全部都是一片云 我要去哪里 我怎么知道你要去哪里 我们大家跳长江算了 那第二天早上 我就想说 起来以后 还是满天的云 七点多 先到旅馆房间里面 专门一个房间 是坐我们的化妆间 卫芬坐我这边 我坐旁边 两个主持人开始化妆 七点多 然后把主播稿 摆在膝盖上 看稿子 为什么 两个小时全程转播 你要想两个小时的笑话 撑过没有太阳的两个小时 你要讲多少笑话 没有想到七点多 正化妆化了一半 一丝阳光 落在那个主播稿上面 Holy shit 太阳出来了 你看太阳出来了 到了八点钟 就变成阳光普照 还是有很多云 但是阳光普照 真正好好笑 为什么 中央电视台有四个点 第一个点在哪里 在成都 第二个点在武汉 第三个点在同龄 安徽同龄 第四个点在杭州 我们是第四个点 日时代先从西边 从印度北边 经过了西藏 一路过来 第一个转播点是成都 我们前面有个电视 电视就显现了成都的画面 你送过来成都的画面是什么 一群人在跳 祈祷太阳出来的舞 各位我想问你 你看到成都来的画面 是一群人在黑暗里面跳舞 那是个什么概念 天气不好吧 你要天气好 绝对是对的太阳 天气好 绝对是对的太阳 一堆人在那边跳舞 我看这个干什么 当地的导播 或者是央视的导播 也觉得很无聊 跳舞跳了半分钟 画面一转 转到什么地方去 成都是什么地方的基地 大熊猫 一堆大熊猫在里面走来走去 干什么 记者在那边很勉强地说 我们要看大熊猫 对日时有什么反应 那么你找这么迟钝的动物去看 搞不好日时过去 两个小时以后 熊猫会抓抓头说 What happened 刚才是怎么回事 动物完全没有 你要找是那种极端 是小动物极端神经质的 对日时才会有反应的 所以然后再到了武汉 跟同龄 武汉有 同龄没有 到了杭州我们还有 有了太阳 转播完毕以后 好高兴 九点多结束 十点多 东西收一收 开车回杭州 到杭州吃午饭 开始下大雨 全部那个雨过来了 但你知道吗 这是杭州看得到 西湖上面的人也都看到了 但是上海 嘉兴苏州 全部都在雨里面 台达公司的同人跟我说 孙老师 你为什么不带我们走 留在苏州 他说他们在户外准备的 关心的设施什么的 完全派不上用场 因为下雨 大家就站在屋里的落地窗前面 看着外面的稀稀绿地的雨声 看一阵子以后 突然天暗 过一会儿天又亮起来了 他们就知道已经结束了 所以看日时 最重要的其实是天气 但你知道吗 钻石完全被人家拿来做 商业广告 这是谁呢 我是看到这极端无聊的广告 所以拿来透大家一笑 Tiffany 这是做钻石戒指的 我们常常上课讲 讲到钻石 因为科博馆有地质收藏库 里面除了黄金 还真的有黄金 巨大的自然金 自然金 自然银 自然铜 自然锡 自然铁 五金都在那个地方 各位 哪一种最好看 还要想吗 金最好看吗 为什么 因为那金的金光闪亮 是不会变的 自然银白酒的变黑色 自然铜白酒的变绿色 氧气是很厉害的一种东西 这么结实的金属 照样氧化 除了金 金是金基本上是多性元素 不跟什么元素起反应 我们这么大块 像手一样大块的黄金 自然银 地质学组主任 小心翼翼地从柜子里拿出来 摆到馆长的手上 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只有两个字 好爽 但是呢 你说看了黄金以后 有没有钻石 有啊 一拿它是这么大一块 这么大一块黑气骂屋的 那是Kimberlite 清伯利岩 要找到这种岩石 上面才有钻石 就是南非清伯利的那个清伯利 Kimberlite 那种石头 你找到了以后 把它打碎 或者里面会找到钻石 但是那种挖钻石 其实对大地是有很大的伤害的 你去看南非 去看苏联 去看中国大陆 只要有钻石矿的地方 地上就有巨大的天坑 那个天坑是几十层楼深的天坑 为什么要挖那么大 是因为它找到了矿脉 圆柱形的矿脉 钻石是圆柱形的矿脉 人只要找到钻石的矿脉 在旁边打一个竖井下去 一个shaft下去以后 从旁边把石头全部都挖出来 那里面的石头全部挖出来 为什么 平均每挖30吨的清伯利岩 才找到一克的钻石 而这一克钻石里面 70%是有杂质过多 只能做工业切割的 30%才是那种洁净无瑕 是可以买卖的装饰品 各位呢 还要再去花钱买钻石 钻石的单位是什么 很好 一克拉等于几公克 0.2公克 好厉害 一克拉等于0.2公克 0.2公克是什么概念 你伸手去拿一张抽取式面纸 那张面纸是五克拉 那还是书结的 五月花是七克拉 醒完鼻涕便十克拉 你还要花钱去买一克拉 只为了受骗上当那一句话吗 什么话 钻石横九月 这些都是被钻石影响的 钻石横九月 所以我们到后来就不叫它钻石 我们叫它完美碳结晶 完美的碳结晶 因为我们偶尔被邀请去给 大企业家的福伦社 或者大公司演讲 来了好多贵妇 我讲到这一段就看贵妇偷偷地把钻石转到里面去 其实要 我们常常去西藏 到了西藏回来就会想怎么样的生活 不要给大自然增加额外的负担 OK 这个是美国人 专门飞地去看日食的 NASA的两架飞机 不止这个1974年 各位我们刚刚讲了 我们去看了 为什么我刚刚讲说两分钟是OK 那2009年长江中下游那次 我们在杭州 到后来幸运看到了 你以为会很高兴 那一次我记得日泉石的时间是多少 六分 五分半到六分 六分半 在杭州六分半 六分半可是你知道吗 很失望 六分半的日食不好看 那以后觉得很奇怪 六分半不是 号称是本世纪最壮观的日食吗 为什么不好看 各位 日泉石最长的理论值是多少 七分三十一秒 七分三十一秒 要怎么样达到七分三十一秒 四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你就知道 我很简单跟大家讲 你要用最大的月亮 去挡最小的太阳 刚不是说它大小因为轨道会变吗 最大的月亮是什么 月亮在近地点 最小的太阳 地球在远日点 所以你用最大的月亮 去挡最小的太阳 时间比较长 那这两个条件 那另外两个条件是什么 时间跟纬度 发生在中午跟赤道 中午跟赤道 代表地月日 非常整齐的排列 排列的越整齐 月亮动一点 影子走得很慢 排列的越歪斜 月亮只要一动 那影子早就跑掉 所以你希望影子一动最慢 影子最大 所以那个时候 极限值是7分31秒 但那时候在杭州看到6分30秒的 大家都觉得好高兴 看到了 后来结果真正我开始做转播的时候 看得很失望 为什么 各位 这个就像当时杭州的那个日识 我不先不跟你讲 你先想想看 然后 还有什么 各位 各位 哪一个好看 这个好看 因为日眠很丰富 日眠非常丰富 各位 这就是1919年的自治史 这是1919年5月29号的自治史 日眠很漂亮 日眠延伸出来了 你如果是一个巨大的月亮 去挡掉一个小太阳的话 日眠几乎完全看不见 就不好看 所以这是好看的 我们喜欢看 日眠非常丰富的 那你可以看得到 当时 如果说是6分30秒的话 就很像像这样子的太阳 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日眠 就会觉得有点失望 杭州那次是这个样子 好 1974年 有一架飞机去追日识 他看到了74分钟的日识 理论值最长是7分31秒 这两架NASA飞机 追上去看了14分钟 double 但1974年 那架飞机 看了74分钟的日识 各位 怎么做到的 我们一般的民航机 速度多快 各位 大家搭飞机出国去玩 飞机一起飞 机长就说 This is captain 我们的cruising altitude 是多高 速度有多快 各位 民航机一般飞的速度是多快 时速 900公里 时速900公里 各位 太阳的影子在地上 移动的速度是多少 基本上你地球自转的速度 地球自转速度 时速1600公里 很快 赤道是1600公里 所以你自转速度 是远比飞机 飞得要来得快 可是他用的 不是一般的民航机 各位 1974年 他用的是什么飞机 不是太空速 不是太空速 太空速是没有动力的 太空速自己没有动力 所以太空速 起飞向火箭 回来向飞机 回来是最危险的 因为它没有动力 它只有一点点燃料 它是没有办法 出了问题 由拉起来重飞的 太空速完全没有办法 什么飞机 那飞机现在已经不飞了 Concord 邪和号 大家知道邪和号吗 飞到很高的地方 非常高的速度 不飞亚洲 只飞欧洲跟美洲 在纽约 伦敦 巴黎 意大利 罗马 我有次在罗马 看到邪和号降落 好漂亮 像是个巨大的鸟 前面头还会凹下来 一只大鸟下来 后来邪和号 有一次是在法国 把戴高乐机场起飞的时候 压到一个轨道上面的 硬物 轮胎破了 一个碎片打到油箱 油箱漏了 那飞机就炸了 就那一次 就整个结束了 邪和号的营业 邪和号都是给 王公贵族 有钱人搭的 据说有一个贵妇人 在纽约 早上起床 想到晚上要参加party 苦恼 没有合适的衣服 上午搭邪和号去巴黎 下午买完衣服 搭邪和号回来 赶上晚上的party 我们不太可能去想 我们在NASA工作的时候 NASA就只让你搭经济舱 一般飞机经济舱 还另外有一个NASA同事 还真的搭到邪和号 为什么 他竟然在纽约跟伦敦 安排了两场 关键会议 时间短到必须要搭邪和号 搭邪和号来回以后 后来说好爽 那这NASA用另外一种型的飞机去追 可以看得到 所以会看得到 他把设施都装在这个底下 很有趣 我们这系列就不多讲 这是结果 各位这是结果 爱丁顿爵士 到最后呢 你很清楚地知道 那些星星的位置该在什么地方 那你拍照拍完以后 把那些数据处理完以后 你把它跟它该在的位置叠在一起 所以会发觉 每一个星星 基本上都会有变化 都会有变化 当然这里面处理还是会有误差 但你都会看得到 它会有一点便宜 便宜的平均是多少 1.68和小秒 爱丁顿预设1.75 它给你1.68 非常非常的精彩 所以那一次 才真正奠定了爱丁顿 在物理学界 不可动摇的至尊的地位 但你可以想象 1919年11月 当爱丁顿走上讲台去宣布 他们的验证结果的时候 他心里面的压力也很大 为什么 前一年刚打完大仗 谁跟谁打的 英国跟德国 爱丁顿是哪个国人 英国人 爱丁顿哪个国人 德国人 所以英国人要上去说 德国人说的话是对的 那是很尴尬的事情 但是反正科学家嘛 就是要这样说 OK 好 从此又缺了解爱丁顿大科学 它的地位 但是现在回到了我们科学上了 中立透镜会出现在哪一个层级 各位 每一个层级都有 从我们的小行星 你说 小行星 Macho计划在澳洲 系外行星 恒星 星系 星系团 类型体 都有不同层级的 重力透镜 那我们介绍一个澳洲的Macho计划 系外行星的叫做Micro Lensing Micro Gravitational Lensing 微重力透镜 恒星的话 星光会转弯 星系 遥远的星系 遥远的超新星爆炸 会产生爱斯坦 环杆的十字架 那星系团呢 星系团很有趣 相撞的时候 会把暗物质 跟正常物质分开的 这是很精彩的一件事情 有个星系团叫做子弹星系团 两个星系团撞在一起 里面大量的气体 有正常的气体 跟暗物质的东西 就撞在一起以后 暗物质还直接往前奔 正常气体的速度就慢下来 因为彼此之间是有 有粘质力之类的 慢下来了以后 你会发现 透过了重力红移 重力透镜 会看到暗物质在哪里 暗物质跟正常物质分开了 那是很精彩的事情 那类星体 就宇宙最边缘的类星体 经过中介星系 产生了多种影像 那你就知道 一个类星体 产生好几个影像 可是呢 类星体的光会改变 它的亮度会改变 各位 一个类星体 地球上看是四个 都来自同一个类星体 因为重力透镜的效应 结果你知道 当类星体开始变化的时候 这四个不是同步变化的 一个先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你知道这个顺序 就可以给你 每一个路径 经过的时空 是长时短 很精彩 就是这些科学家 利用重力透镜 可以从最小最小的层级 发展到最大最大的层级 第一个 Macho计划 看的是什么地方 大麦这轮星系 各位 大麦这轮星系 是离我们银河 最近的星系 多近 我们银河是 直近十万光年 大麦这轮星系呢 距离我们十六万三千光年 十六万三千光年 是最近的一个星系 说是最近 各位已经觉得 不可思议了 1987年2月23号的晚上 在大麦这轮星系 这是蜘蛛星云 叫做Thirdy Doradas 见于一座三十号星云 又叫蜘蛛星云 那个蜘蛛 不是Spider 是Torrentula 各位Torrentula是什么 是那种腿很长 黑黑的 然后看起来很毒的那种蜘蛛 那叫Torrentula 巨大的蜘蛛 蜘蛛星云 1987年2月23号晚上 就在这个地方 有个亮星爆炸 南半球 因为大麦这轮星 在南半球 智利的天文台 有一个人叫 Ean Shelton 你看到Ean就知道 是爱尔兰人 Ean Shelton 他是天文台的技术人员 在那边负责做观测的 望远镜锁定天体了以后 出去外面散步 我跟你讲 这是学天文人 最喜欢的时候 望远镜锁定在一个天上 他可以自己追踪星星 如果是一个小时的话 挑好一个小时了 我就走出去外面 看整个夜空 但你在大自然 走到半夜走出去外面 高山山顶上 好舒服的感觉 Ean Shelton走出去以后 抬头一看 大麦哲伦小麦哲伦都是在天上 南麦球 因为他们接近 -69度接近南极 都在天上 一看之下不对了 竟然在大麦哲伦雨里面 看到一颗亮星 大麦云跟小麦云 就是两片云 以前你知道那里面没有亮星 他知道很清楚 没有亮星 竟然看到一个亮点 他觉得 马上觉得事情不对 回身冲回天文台 赶快把正在拍摄的 停下来以后 望远镜转过来拍大麦云 简单很短的一个曝光下 一看 亮星出现了 一个超新星在大麦州人员 这么近的大麦人 爆发一个超新星 赶快拍 但是问题是 你发现超新星以后 你要在第一时间 把这个资讯 传到英国去 国际天文联合会 才能够保证 你发现者的地位 好死不死 那天山上 所有的网络电报 全部断线 联络不了 着急的如坐针毡 晚上一边拍 一边四处联络 送不出去讯息 清晨搭着火石 去买火石的火防车 下来 冲到拉斯瑞娜的总部 把电报发过去 还好 还是第一个 还是第一个 那个是智利 南半球的澳洲 有一个神父 那个神父 白天侍奉主 晚上侍奉宇宙 他根本就是用望远镜 直接可以找到 超新星跟彗星的 那个神父 根本就不需要 用仪器去拍 我们说这种人 是有photographic memory 照相性的记忆 今天晚上 看一眼那个星系 明天晚上再看一眼 同样星系 在脑子里面做对检 就可以知道 有没有超新星爆炸 那个神父那么厉害 为什么没有看到 1987A 如此明显 也在那儿漫球 你知道吗 那天晚上 澳洲天气不好 上帝没有眷顾 所以因为 Sheldon发现了 这个1987A 这么近的超新星 那时候 那阵子1987 二月份 我是1987年 十月份毕业的 当时我们去做观测 类星体的观测 竟然都会接到 言辞恳切 非常谦卑的信 来自大科学家 拜托 做超新星的大科学家 因为他们会去查 所有世界上 大天文台里面 谁是马上 有天文台观测时间的 我们那时候 已经前半年申请 申请到观测时间 谁都不知道 有超新星啊 但我们有了 排在那边 就会接到大科学家 非常言辞卑微的信 拜托你帮我 拍个光谱 行不行 我以后写论文 你的名字也会在上面 好高兴 所以那个时候去 而且更好笑 当你晚上把望远镜 锁定在1987A上面 走出来 因为上半夜的天体 1987A拍在那里 走出来外面散步的时候 好好笑 每一个圆顶 都指向同一方向 你很少看到 那么壮观的画面 但重点是 我常常会问学生说 那一个超新星 是1987年 2月23号晚上爆炸的吗 不是啊 什么时候爆炸的 16万3000年以前 爆炸 学生一听就着急了 说老师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怎么样 你就慢慢等 你只要等16万3000年以后 就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所以人类被 广莫无垠的时空阻隔 有很多事情 我们现在做不到 绝对需要新物理 跟新科学 我们才能够迈得出去 那Macho做什么事情 各位 在澳洲 澳洲呢 做了这个1990到2000年 10年 用Monstromolo的 1.28米的望远镜 去观察 整个拍 大美洲的云 有多少颗星 12 million 就锁定 1200万个星 1200万个星 不是1200 是1200万个星 去观察 然后看 星星 有没有亮度的变化 为什么 如果我们的 太阳系周遭 有小天体 银河系周遭 有小天体 就是那种 没有真正变成恒星的 比恒星再小一层的 各位 恒星 要做成一个真正的星星 需要有多大的质量 有多大质量 千分 很好 七八十个什么 very good 七八十个木星 答案是八十个木星 你是几年级 四年级 大学四年级 小学四年级 好 为什么讲八十个木星 就是木星的质量 是太阳的千分之一 所以我们常常讲 千分之八十个太阳质量 或者是八十个木星 木星已经很大了 木星比我们大很多 我们是12800公里 它是14万公里 所以它是我们的100倍 14万 10倍 所以木星里面 可以装1000个地球 但你要把八十个木星 摆在一起 才是一个最低下线的恒星 那有没有星星 比恒星还那种恒星还小 一定有 它就没有办法产生核反应 不能真正发光 那种天体叫什么 叫赫矮星 Brandorf 当时的科学家认为 银河周遭 应该有很多赫矮星 构成了我们银河的暗物质 因为当时发现暗物质 可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所以有人就说了 这种比较小的星星 自己不发光 但是你就看它是不是多到 能够扮演我们银河质量的 八倍到十倍的暗物质 结果他们就做这样的观测 望远镜直接去盯着 大麦这轮里面 1200万颗星 看希望 这些你看不到的赫矮星 从它的前面经过 赫矮星虽然小 但还是有一定质量 经过那个星光的中间的时候 两边的星光会被它折过来 大家现在看到重力透镜的应用了吧 所以那颗星会突然变亮 所以就看12个million 一千两万颗星里面 有没有星会突然变亮 然后再按下来 如果有星这样变亮的话 就代表前面有个小天体经过了 用这种方式去算 银河周遭 有没有足够的赫矮星 扮演暗物质的角色 所以Marshall是很清楚的一个计划 就从大麦中的云里面的12 million 一千两百万颗星过来看 目标是这个 然后Monstromo 在澳洲的东南边 离雪梨不远的地方 那太阳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要看 有没有银河 Milky way 银河周遭的星星会经过这边 产生中立透镜的效应 那答案是什么 但你可以看得到 这就是那个概念 各位 这是大麦这论域里面 任何一颗星 这是澳洲的天文台 如果有个Dark Lens 那个中立透镜的东西 我们就叫做Lens了 透镜 一个小天体从那边经过 经过的时候呢 这个星星的光线 就会开始受到影响 走到中间 会变成两个天体 但走过来以后 变成这样 又回去了 那很多时候 如果它没有这么大影响的话 它只会让你看到 两个合在一起的光 变得比较亮 就哪颗星星 会出来两个天体 或者是变亮一点 那结果 就会知道 中间有东西经过了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 有 但是不够多 是真的有看得到 但是Lens Image A 然后Lens Image B 什么的 会有 但是不够多 所以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 成功地证明了 赫矮星 不是暗物质的Callidase 这是在小行星的阶段 是有小东西 赫矮星什么的 去做 但是呢 另外 这个叫微重力透镜 微重力透镜的线 重力微透镜 去发现 西外行星 各位 这另外一个概念 这是一个恒星 恒星过来 通过另外一个恒星 光线也会偏折 但如果另外一个恒星 旁边有行星的话 不只是它会偏折光线 它也会造成偏折 它如果偏折光线 是这样比较大的话 它就是一点点 但那一点点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 重力微透镜 或者是微重力透镜 Micro Gravitational Lens Micro Lensing 所以这也是用来做 做那个 发现西外行星的方法 用重力透镜的 好 是用微重力透镜 发现西外行星 所以这是西外行星的 发现方法 你看 重力透镜 用在这么小的东西上面 那这个很重要 就是中介的星系 距离我们比较近的星系 把远方的天体呢 变成了四个点 这四个点来自同一个天体 中央是离我们很近的星系 所以这个叫爱因斯坦十字架 看起来像十字架 然后因为爱因斯坦的 广义相当的预测 所以就把它叫做这个 我看是不是这个能够有一个 同时你看一下 这四个天体的亮度 不但会变四个 而亮度会改变的 这是真实的观测 阿博的观测 它会变亮 时间让它走得很快 就会发觉 亮很差换它了 先是它 再是它 然后你会知道 走最久是它 自己本身 同一个天体变亮以后 它四个重力透镜的影像 亮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后来就可以用来 作为这个研究时空变化的 关键了 所以从地球看过去 各位一个远方天体 可以变成两个 是这样来的 那有没有看到 小东西在这边 所以其实宇宙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重力透镜造成多重影像 但是呢 在过去发展观测的阶段 我们都不知道 那更厉害的是 如果它三个排得很整齐 远方的天体会看出来是一个环 那如果排得比较歪一点 会出来几个点 那如果更歪一点呢 这就是遥远的星系 被折成了弧形 遥远的星系 被折成了弧形 所以你会知道 这个重力透镜 在星系的层级 宇宙的层级 是非常特别的 也就是其中一个星系 通过了中央的星系团 这就不是一个星系在中间了 巨大星系团 巨大的质量 所以这个透镜效果是很明显的 那过去那边几个星系 光通过了它 都会产生像刚刚那样子弧线 这都是遥远的星系 所以呢 这个重力透镜的现象 可以帮助科学家 做非常精彩的宇宙学的研究 你可以看得到 看到它的变化 这是一个星系 在离我们比较近的距离 但那些都是离我们 很远很远距离的星系 然后被它 光线被它 偏折了以后 产生是这样的 这个很有趣 各位 这个东西 你把这个放大一点 你打算要怎么样命名它 这个重力透镜 怎么命名 马蹄铁 像是马蹄铁一样 像是马蹄铁的样子 所以中央的星系 把远方的 排得越整齐 它就越像圆形 那这是几个 特别好的 重力透镜的影像 特别好重力透镜的影像 是这几个 所以科学家 花了好多时间 去研究这些 重力透镜 你再看 不但会 会研究 重力透镜的真实的影像 还会开始做模拟动画 也就是 如果前方是一个 什么东西啊 黑洞吧 一个黑洞 在前方 那黑洞的重力场 是更强烈的 它主刀手工扭曲 更厉害的 这就是星际效应 那个电影里面 动画的来源的概念 所以你看到它 这种变化 各位 你会想 我让大家停一下 有办法 never mind 停不下来 你就会知道 它是按照 广义相对的计算 什么地方会变得比较亮 什么地方比较暗 光线是绕过黑洞过来的 这种东西 真的是好多 那这几个都是 Lens Quasar 那所以我想 这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星系团相撞的时候 暗物质会超前 正常气体留在后面 那你怎么知道 这些是暗物质 就透过 就是你看不到 但是后方的星系 改变的形状 所以从后方星系的 形状改变 推估暗物质景 走到这个地方来了 所以太有趣了 但是分开以后 一般望远镜 就只能看到这个东西 正常气体 看不到暗物质 所以以前我们在做 做研究的时候 一个同事很搞笑 它要去找什么 你常常会看到 两个星系 撞在一起会变形 对不对 星系交互作用 它要去找 一个变形的星系 单一星系变形 那我们说 单一星系变形 是个什么概念 它说啊 就另外一个星系 正在跟它交互作用 让它变形 可是另外一个星系 纯粹都是暗物质 你看不到第二个星系 可是因为它存在 暗物质是有中立场 有万有离的 所以当暗物质的星系 接近正常星系的话 正常星系会变形 但是你看不到 第二个星系在哪里 然后他说 它找那个 看起来单独星系 可是会变形的 就应该旁边 有暗物质星系了 我说这样搞下去的话 我以后发表论文 就一张照片 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说是 两个暗物质的星系 所以 很搞笑 好了 但是我想 你看一下这个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 放出来呢 就是到我们自己做类型体了 这个很有名的 0957加061吧 这两个类型体 宇宙最边缘的两个类型体 其实是一个 一个 那科学家刚刚发现 用很多搜寻类型体的方法 竟然找到了两个类型体 距离很近 而且光谱一模一样 各位 没有这种几率的 不可能两个一模一样的 光谱的类型体 在天上距离会靠这么近 所以当时一看 科学家马上就知道 这就是宇宙最边缘的东西 一个类型体 通过了中间的中立场 然后变两个 那你去研究这两个的光变 它的光的变化 就能够从你这边 一路到最遥远的宇宙边缘 去看到什么东西呢 看到那个宇宙时空的变化 你看一下这个影片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是 中研院的苏尤轩 好 大家看一下 右边那个女孩子 曾经在中研院听我所做事 暗能量让宇宙加速膨胀 大家看一下 Lambda CDM是现在标准的 暗物质的模型 你可以观察宇宙微波被女辐射 去找哈勃常数 一些卫星的计划 重力透进来测量哈勃常数 知道宇宙有多大 能量有多快 大家现在看这个动画 其实做得蛮好的 就一个类星体 通过了中央的星系 产生我们刚刚看到 爱因斯坦十字架 就这样的十字架的效果 内星体会变化 因为每个影像的路径走得不一样 今天有四位朋友一起从台大出发到南港中研院 他们同时出发 在走不同的路线 虽然出发的时间一样 但是抵达的时间却不一样 抵达时间的早或晚 有两种原因 第一种是路的距离长或短 第二是路况 有回答英文了 所以你看 它就通过的时间的变化 就决定宇宙膨胀的速率了 它现在用五个最好的 多重影像类星体 它就能够把前面那个星系 造成中立场数的星系做出来 你看 它们用的望远镜 都是大望远镜 然后太空的红外线望远镜 智力的 我就往后面跳一下 它里面有很多知识 但讲的是一件事情 智力的 你看这个很精彩 就四个影像 四个影像的光会变化的 随着时间产生变化 然后整理一下以后 你会发现 它每个同样的地方都长得很像 你看 移动一下以后 就知道每个时间差是多少 叠在一起 就发觉 它就是来自同样的一个变化 只不过呢 四个影像 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真的很精彩 对 然后它就看 每个的距离有多远 然后那是用哈勃常数来决定的 所以 就看哈勃常数 我们这样停一下地跟大家讲 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常常搞笑地说 到底是哈勃常数还是哈勃变数 因为那个数字变化很大 我们刚去UCLA念书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100 东岸的学校用的是50 美国东岸跟西岸用的不一样 基于同样的宇宙观测 用的是不一样 现在慢慢converse 慢慢收敛到68到70左右 68到70 你只要知道哈勃常数的大小 就知道宇宙的年龄 所以会看到不同的估计 就在这个范围 大概在70到72左右 可是呢 其他的观测 稍微弱一点68左右 所以很有趣 就是几个观测告诉你说 大概哈勃常数的范围 就在这个范围 70几左右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觉得很精彩的是 这个可以提供宇宙时空区率的研究 顺便告诉你宇宙有多大 大家看星际效应 问一下 看过星际效应呢 请举手 OK 喜欢那个电影吗 喜欢 喜欢男主角还是 所以会看到 那里面的光啊 真的是根据 因为他的原作者是 Kip Thorne 是诺贝尔奖得主 所以他那个物理 就很接近真实的 这就是以前我们做黑洞类型体的时候 会计算出来的光线的变化 这些光线 其实都是黑洞后面的发光 发的光过来 这是为什么 它的黑洞看起来像拿破仑的帽子 上面是亮的 为什么上面是亮的 是因为那个盘子 绕着黑洞是绕着一圈的 盘子很亮 黑洞是没有光的 但黑洞重力场很强 强的结果呢 背后的盘子 往上出来的光 被黑洞拉到前面来 进到你眼睛里 你这边 跟你比较接近的盘子这一边 出现的光 反而被黑洞转到那边去了 所以你看不到 离你近的这一半的盘子 你看到的是 黑洞后面那一半盘子起来的 所以黑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 启发就是 如果你真的 掉到黑洞里面去 班上哪个同学 你特别不喜欢的 希望跟他永远不要见面 一个方法就是 把他丢到黑洞里面去 陈卫生老师 过一阵子会讲 黑洞讯息悖论 那他进到黑洞里面去以后 他一定会很高兴 如果说你有一天 你希望到黑洞里看 怎么回事 看到以后好高兴 终于得到了宝贵的知识 想跟同学分享 资讯出不来 连光都出不来 所以你没办法跟同学分享 但是呢 如果对了黑洞下去的话 进到里面去 很特别的是 时间跟空间会反过来 我们在正常环境里面 空间是三度空间 自由来去的 我们可以移动在 X方向 Y方向 Z方向 三度空间随便你移动 到了黑洞里面 你只有一个方向 一直朝中间前进 到那个singularity 到那个基点去 时间反而不一样了 你在这个生活 在正常环境里面 时间只有一个方向 我们学物理的 常常开玩笑 什么是时间呢 给你一个非正式的定义吧 当你把所有的 能动的东西 全部都停下来 世界上所有能动的东西 都停下来 唯一还在动的 就是时间 OK 时间而且是单向 单向同方向的变化 是时间 可是你当一旦 你进到黑洞以后 因为光出不来 光在里面绕 所以用光来决定的时间 就完全没有定义了 而且你走到黑洞里面去 有趣的是什么 你会看到一个人 走在前面的背影 那背影是谁 你自己 你说 你这是不是上西天了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不是 为什么 是因为光出不去 你从背上反射出去的光 绕了一圈 进到你的眼睛里面 所以你会看到你的背影 更好玩的是 空间也是循环的 你把地板揭开来 跳下去 会从楼上掉下来 所以黑洞里面是 非常不一样的环境 我不希望 讲了以后 让大家产生太大的兴趣 想要去里头去研究 我们最后看几张 爱因斯坦的这个影像吧 旁边是谁 泰格尔 印度诗者泰格尔 我特别不写上名字 让大家看一下 这谁 不是普朗克 这谁 喜剧泰斗 卓别林 这是卓别林 喜剧泰斗 卓别林 卓别林在迎接了爱斯坦 到那边 到纽约 还是在哪里的 见面第一句话 卓别林说 大家为我拍手 是因为他们 懂得我在做什么 大家为你拍手 是因为大家 不懂得你在做什么 这是什么 各位 这是美国一个影集 这两个人是谁 半相不太像 那个影集的名字叫做 爱丁顿与爱因斯坦 所以这是爱丁顿 这是爱因斯坦 这是他们打扮成那个样子 但两个看起来 实在是不太好 他喜欢拉小提琴 这我刚刚看过了 这是另外一个图像 我想最后 我们一点点时间 这次我们的八场课堂里面 好像没有讲到 众立波 没有讲众立波 但是众立波是一个 有趣的事情 爱因斯坦在1915年的 广告下论论 提出来以后 第二年 1916年 写了文章 预测众立波的存在 预测完了以后 爱因斯坦后悔了 他算一算说 众立波 either不存在 或者是太弱 以至于你无法侦测 爱因斯坦竟然写了一篇文章 投出去了 给一个期刊 要登出来 推翻自己 预测的众立波的存在 结果你知道吗 那个期刊的主编 接到这篇文章以后 转给了另外一个同行 去看 也是很厉害的物理学家 物理学家一看 就发现 爱因斯坦在里面 计算有错误 众立波应该存在 也可以被证证到 爱因斯坦算错了 就跟主编讲 匿名的 等于是匿名的审查 那主编就很委婉 跟爱因斯坦讲说 我请别人看一看以后 别人说你这里面 有些地方 不是很正确 爱因斯坦勃然大怒 已经 人大概有名 到一定程度以后 就没有办法听一下 爱因斯坦会说 爱因斯坦说什么 我把我的文章寄给你 是让你去登他 而不是让你拿给别人看 Holy shit 千万要小心 到后来呢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另外这个大科学家 就很委婉地让爱因斯坦知道 他的文章是有错的 爱因斯坦后来也承认 他那个文章的 关于正理波士 如果他那时候就说 它不存在的话 过了一百年 发现重力波的荣耀 就不会在爱因斯坦身上了 他互相环绕 会释放重力波 少让四面拔方散去 LIGO大家都知道 这个很熟悉了 Advanced LIGO 一组在美国西北 华盛顿州 然后一组在 Lewinsiana Livinston 那两只 各长四公里的支备 重力波通过的时候 时空震荡扭曲 所以那雷射光的干涉 就可以直到距离地改变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雷射光 雷射光从这边打出去 一速雷射光 分成两速 就是同样 同向位的雷射光 在这个地方 经过一个beam splitter 分成两速 一速过去 一速过去 四公里的镜头 有一面镜子 反射回来 反射回来 如果时空没有改变的话 这两速光到这边 重新做建设性干涉 什么的 它的波纹会很清楚 干涉条纹很清楚 但如果 打出去的过程中间 有一个重力波通过的话 这两边的反应 时空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会造成 那个光的路径 有点些微的改变 干涉条纹 马上就会出现不同 但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一开始 做得不够精密 做了多久 这种概念已经50年了 1000个科学家 做了50年 到后来 一直到2013年 2014年 新版的才真正的完成 那它可以 侦测到多敏感的东西 各位 常常讲说 一个直子 万分之一的变化 你跟一般人 讲直子万分之一 它完全没有感觉 它不知道直子多大 你这样说吧 4.3光年 40兆公里的距离 里面可以 侦测到一根头发的变化 就从我们地球 到最近的恒星 半人马座南门2 4.3光年 40兆公里的距离里面 它这个LIGO 可以侦测到 一根头发的变化 所以是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最准确的 所以可以看得到 在2015年9月14号 侦测到以后 在2016年的2月16号 农历初二 发布讯息 那个农历年 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过 大家都一天到晚 在谈重力波 是怎么回事 但是两个站 讯号一模一样 那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 就是这个 很好 跟爱因斯兰有关的 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 芝加哥大学 是里面的团队之一 这个女孩子 是北女毕业的 进到台大物理系 在台大物理系的时候 叫陈欣瑜 还问我说 老师我是不是应该 继续做天文 我说应该 如果你喜欢继续做吧 结果到芝加哥大学 做得很棒 做得很好 我想 今天我们的内容 大致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从中立透镜的角度看 日全是看中立透镜 看爱因斯兰的贡献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